老徐就以什么结束呢? 我的题目叫做自恋者的祈祷 自恋者的回应 好了 我上一次做了节目之后 有网友传了一个叫做自恋者的祈祷 一段文字给我 我觉得挺有趣的 应用在刘世良身上 可以说非常贴切 自恋者是怎样的呢? 他说 那并没有发生 就是整天拒绝 去承认一些事情发生了 好了 即使发生了 也没有那么糟糕 不是什么大件事而已 好了 即使很糟糕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好了 即使是 即使是很大不了的事 也不是我的错 好了 即使是我的错 我也不是故意的 即使我是故意的 也是因为你 You deserve it 你应受的惩罚 这就叫做自恋者的祈祷 这个自恋者的祈祷的作者叫做Dana Craig 他可以说很精彩地描述了 自恋者心灵里面的运作 首先否认 接着煽动 接着淡化他的不良行为 推卸责任 羞辱别人 转嫁责任给别人 这一系列的行动 这就是自恋者经常做的事 好了 对自恋者来说 真相并不是一个确定 固定的实体 他们不觉得有真相这回事 而是一种可塑性的观念 就是任何时候 自恋者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真相只是在某个特定时刻 服务于自恋者的事情而已 好了 自恋者人格的表征是有几种表征呢? 数一数 有九大表征 大家查一查 好了 这个九大表征是根据这个叫做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搜册 自恋人格障碍症的特征 好了 一 夸大自我的重要性 例如夸大自己的才华 并且期待别人看重 第二 永远专注于成功、权力、美貌 或者理想的爱情幻想中 第三 认为自己是很独特的 当然能够被其他特殊人物 或者高位者所认可 并与之相关联 即是如果你是小鸡蛋 他没有兴趣跟你关联 好了 还有 第四 需要过度的称赞 第五 不合理地认为自己有特殊权力 或者获得他人无条件信从 第六 处理人制关系时显得自私 好以占便宜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 第七 缺乏同理心 不愿意认同和感受他人的情感需求 第八 尝贼到别人 或者认为别人贼到他 哈哈 这点精彩 他总是觉得别人贼到他 其实是他贼到别人 这里我跟你说 刘世良 最少我从来没有贼到过你 你有什么值得我贼到? 哈哈 你基本上我不是只是品格问题 你没有一样东西及我 刘世良 是的 我今集的节目就是这么说的 第九 尝有傲慢行为或态度 显得自高自大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我的频道 透过CLA-SX 订阅 赞、订阅、分享、订阅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